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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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的光带着我 引进我去那个大师的场所 然后可惜那道光是我一直跟着是随道来的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光嘛 这还不懂啊 这个光嘛就是你自己的慈祥之光呀 就是菩萨给你的光呀 哦 就是说很多人菩萨要引你到天上去的 他就会给你一朵光 明白吗 引你到天上 哦 明白了吗 然后那个是隧道 对呀 时光隧道呀 哦 然后天上我看到很多情景 有一个情景就是看到很多那种小小朵的那种白色的花 哦 那就是莲花呀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对不起师傅 我想知道我在哪一个城的那个莲花 今天不看图腾的 好了 像你这种刚刚拜的花吗 肯定在天上了呀 还哪一城呢 哦 因为还有看到师傅 有人有时中拍师傅的那个照片 出来有那种莲花哦 好像透明的 我也感觉好像在那些我在莲花 那种透明的里面哦 对呀 莲花 莲花就是透明的呀 莲花 因为它是在 在这个超出六道啦 拖上去莲花是最早是把你们往上放 很多们弄不上去们就掉下来了 所以在天上的莲花都是透明的呀 明白了吗 哦 哦 好 还有我看到那些金色的水哦 好像有清光这样撒下来 好像碰水这样 碰水的那种 金色的什么 金色的什么 金色的那个水 哦 水 那当然了 哦 所以为什么叫金水啦 明白吗 过去不是有一个金水桥吗 现在知道了 哦 哦 可是没有看到菩萨 感觉好像是 是菩萨在撒这样 可是 没有 你就说明你的层次还比较低啊 你再往上看一点点就看见菩萨了 因为菩萨在撒水 但是呢你看不到 那么就是你已经能够在天上这个环境已经到了 但是你到不了菩萨身边呀 这还不懂啊 哦 哦 然后我又看下去哦 很多好像月子 大大的月子 好像是莲花月 对啊 对啊 哦 是莲花月来的哈 那当然了 天上都是莲花 哦 哦 然后之后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在西方还是在哪里 你呀 你现在在人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只能说你的境界已经到过天上了 你的人还在人间 听不懂啊 哦 哦哦这样的哈 哦 还有我看到那种啊 很很低 从很高看下去有那个水哦 是黑色的 噴上去是什么意思啊 哦 那你是看到地府里边的东西了 哦 哦 那个水噴上来 是地府的哈 是黑色的 哦 黑色的对很多 嗯 黑色的就是地府的 所以在天上你想看哪一层都看得到的 哦 妈妈 嗯 好 请师父加持我 我们现在在红华 啊 让我们能广度有缘 学师父跟着师父的脚步 啊 一起 一起 啊 啊 让我们2017年在新加坡大华会 能度到五万人参加师父的华会 嗯 不是已经五万人了 哈哈 好啦 啊 还有师兄跟你讲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的加持 对不起 哈喽师父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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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八 嗯 啊我是 啊我们在接着红华 感恩师父 啊 啊我跟我太太她已经念了那个小房子给我孩子 已经差不多1600张了 啊 我已经休息你访门几天了 但是她的她的状况还是不是很好 所以师父开始了 她有什么病了 啊自闭症 自闭症 自闭症没那么快的 自闭症好多啊 啊自闭症没有什么你欠1000张小房子 下去就好了 开完 1600张啊 1600张没那么快的 自闭症 那只有开 1000张以上我开试试 至少800张以上 以上嘛有的人念个千八多张就好了 有的人念了4000张才好的 现在我们有一个最最厉害 最厉害的到现在是要将近6000张才会好 6000张 最多我现在所听到的是6000张最多了 一般的都是4000张啊 2000张1000张都会好 啊 轻重不一样 因为师傅那时候开试试有2000张 我们现在已经念了1600张 1600张吗 还不到呀 你倒了2000张 你水还没烧开呀 你为什么不烧开啊 你现在倒了水 你比方说你今天说 你水要烧20分钟了 烧到15张15分钟的时候 你说水怎么还不开了 他就差这个5分钟呀 听不懂啊 嗯 嗯 知道知道师傅 哦 我会很静静师傅 嗯 嗯 好 感恩师傅 等一等 等一等 好了 哈喽 哈喽 哈喽师傅 对不起啊 师傅我问一下 可以跟我感应一下 我的恋经怎样还有 好啦今天不看的 全部回答问题的 好 那那个那个活台的 那个像我看了 好像有很多影 是什么问题呢 师傅 看那什么 那个关心不大 那个影啊 好像有很多白影哦 映出来 在观音台我家的观音台 这个没关系的 这是好的 啊 啊 这个很多 很多的法僧 菩萨会有很多法僧的 嗯 哦哦这样啊 OK好 好 答应有问题了 答应您啊 师傅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对 好 好 师傅我爱您啊 喂你好 哎 师傅好 师傅说的 哎 师傅好 弟子美安师台当请安师傅 嗯 谢谢 喂 师傅您听到了吗 听到讲吧 嗯 好的 好是这样的 嗯 哎师傅现在不是有 师傅有一个最新开示吧 说心灵法门的合台 最好每根不大一个邮单 呃一个邮灯 最好最好是四盏邮灯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最后呢 最好能够六盏邮灯 周昌菩萨和观庭菩萨 也各一盏邮灯 如果是在条件 如果是条件实在有限的话 只能一个合台 而供奉一盏邮灯 不要 两盏邮灯 呃 请师傅开示一下吧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要稍微要解释一下 因为呢 如果佛台小的不得了 不能放 有灯的话 那只能放一盏 如果佛台稍微大一点的话 就变成两盏 两盏的话呢 就变成了比较 就是对所有的菩萨了 听到的话 对 对 那么再接下去呢 就是四盏了 就是四位 四 就是观地菩萨放一盏邮灯 观庭菩萨 南京菩萨 都在那个 那个 太队菩萨 太队菩萨 这个四盏灯 就是这样 因为 因为你要放就把四位菩萨全放到 你要么就是放 过去在庙里就是很小的庙 烧一炉香 一炉香 全庙里面的和尚 全庙里的菩萨都能收到 就是这个道理 你现在呢 如果你要对称的话 啊 你香炉两边放两盏也可以 有条件的话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能放两盏的话 你不能放四盏呢 好了 哦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父 灯天天加油灯如何祈求 还需要念什么经吗 就师父开始一讲 不要 因为如果每一位菩萨 你就可以讲 比方说 观地菩萨今天某某某天天那个那个灯油 希望观地菩萨保佑我什么平安 今天南京菩萨我今天天油 希望南京菩萨保佑我眼睛好 更每位菩萨都能说保佑我眼睛好 因为天油本身就是保佑眼睛好 开智慧都可以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嗯 谢谢师父准备开始 师父 呃有嗯 就是说是现在不是共同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圣像吗 现在有能把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圣像请到家里 放在面对就是原型不是印刷的那个东方台观世音菩萨像吗 是放在他的右手就可以了吗 是比呃 是位置有什么要讲究吗 请师父开示一下 没听懂 嗯 就是我们把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像请来嘛 我们不是以前共的印刷的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吗 哦 对 放在面对的佛台在右手边就可以了 哦 右手边就可以 那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像可以低于那个印刷的那个东方台菩萨像可以吗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 哦 我们 我我是把那个东方台印刷的东方台菩萨像把它垫高了 陶瓷的菩萨像稍微比它低一点这样可以吗 那不行不行 要要陶瓷的要高 陶瓷的要高 哦 要高 那和它一样高可以吗 那个印刷的和陶瓷的一样高可以吗 一样高也可以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好谢谢师父 那大家共上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像有什么需要怎么说呢 或者是念什么经验 为什么说一样 无分别心 菩萨都是法神 都是一样的 观世音菩萨显化三上二神都是一样 明白了吗 哦 明白明白 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出现而已 啊 你看看我们举个小一点的例子吧 你说师父今天在这里给你弘法 和跑到西班牙去弘法 或者跑到香港 或者跑到新加坡 那不是一样吗 有什么不一样了 但是人家说 我一样一样的 师父讲这个话 我在那里看师父穿这个衣服做那个动作 一样了 最后归根基底还是一样一样一样的 就是这样道理是一样的 明白吗 明白明白 谢谢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您师父下一个问题 就是有个有个同修梦见师父开示啊 大悲咒心经礼佛大忏悔文 三大三大经文一定要记住 记住了可以生七重天 在下面就是钱 请师父开示一下吧 这个嘛很简单 念经 念经念得好了吗 就是成为能量 这师父一直讲的 念得不好吗 变成钱呀下去 就是这样 七重天 很简单 天上 天上有三十三成天 但是这个还是没有超脱 没有超脱六道的 但是至少说 你已经能够到七重天了 那已经很厉害了 七重天了 七重天是一个 像人家一个象征一样 比方说七重天是到了一个境界 这个境界是蛮高的 所以很多楼叫七重天都有的 人家说九重天 七重天 都是一个境界的提升 你听到过八重天不了 哦 明白了 嗯 谢谢 谢谢师父吃的开示 嗯 师父下一个问题 就是师父开示过多次提到 现代人心态不好 看到人家比自己好就感到难过 看到人家比自己差就感到高兴 那么怎样出去这种不好的心态呢 请师父开示一下 这慈悲心呀 看见人家好了 你能够感受到别人是不容易得来的 嗯 没有一个人得到任何的名誉啊 啊地位啊或者钱财啊都是容易的 都是不容易的 罚喜 嗯 帮人家随喜 那是很高的一个境界 对不对啊 你看看母亲生了一个儿子 很多人羡慕 哎呀你家生了儿子了 他家怎么生不出儿子啊 但是你说生不出儿子的人就嫉妒 你说应该嫉妒吗 人家也是十月怀胎啊 对不对啊 是的 儿子可能两三月的时候母亲呕呕的更厉害 嗯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就是这个道理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啊通过师父啊通过您的开示 我们平时也感觉到一个人的幽默感很重要 甚至可以化解灾祸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同时度人的成功率也大幅度提升 可以让众生欢喜接受 各方面都有都有注意 都有受益 请问师父我们平时怎么 怎样培养自己的幽默感像师父一样呢 学啊 幽默感学得出来的呀 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人的幽默感 第一要学会观察 观察很重要 观察到事物的一种 共性和不同 不共性的一种事物的发展 那你就可以幽默了 对不对啊 对 比方说 你这个人在坐公共汽车 在一种 顺理成长的共性当中 它产生 不寻常的 那就是 这个东西出来的 就叫抖包袱 什么像人叫抖包袱 实际上就是一种幽默 你比方说你坐公共汽车 你在这坐在最后 车上空空荡荡的 没几个人 这个时候呢 司机一个警机刹车 把最后那个人 嘣一下子直接捅到 司机边上前面了 滑过去了 这个时候 人家边上眼睛都直了 以为要吵架了 没想到那个人站起来 拍拍身上的灰 说 司机啊 你叫我到前面来干嘛 那就是说 他是在一种正常的思维当中 产生一种不正常的啊 就是非别人能不能想象的思维 那就是幽默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我曾经讲过一个老婆跟老公 两个人一个月不讲话 大家都想讲 大家又不肯随先开口 那老公想那个办法 在自己的那个橱柜里 衣橱柜里 知道老婆很爱清洁啊 拼命的翻啊弄啊弄的一塌糊涂 那老婆憋不住了 你找什么啊 就问他了 他就说了 哎呀 我在找你的声音啊 现在终于找到了 那就是那就是化解嘛 就是这个道理 是的 是的 你记得师父在开法会的时候 讲着讲着 突然法会的录音 响了 师父就马上说 菩萨来了 师父很幽默 对不对啊 我经常这样的 他们一会没声音了 那我说灵性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就那 学会 那这种幽默感 除了你说的还要加强念什么经呢 智慧啊 智慧啊 要有智慧 这个都有智慧的 这并不是说你学的就会的 这个要有智慧的 有智慧的人才能幽默 没有智慧的人他幽默不出来的呀 对不对啊 是的 至少说你要把 学会幽默的人要把世界上的事物都看成动性 动态的 而不是看成 就是说固固定的 固态的 固态的就是不动的 那你就永远这个心 你就讲不出这种幽默的话 你要觉得它会变化的 什么事情都会变化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 你就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有开心的感觉 对对对 人家说你 说你不开心了 你马上心中想到 马上就变掉了 那么这个事情就变成开心了 那么这个这个就变成动态 实际上人生无常了 什么事情都会动了 对不对啊 所以人家说你 对对对对 人家说你 哎呦这个你这个脸怎么怎么怎么这么脏啊 你听了呢 你听了动态了 你不动态的话呢 你就觉得他骂我 对对对 你如果你心一动 你往好的地方想 他在提醒我要洗干净 但是我要告诉他 我刚刚脸洗的很干净 因为正好有一辆车开过 灰尘全部沾到我的脸上 没想到我的脸上这么吸引灰尘 你一讲个笑话 你就过去了嘛 对不对啊 对 是吧是吧是吧 你人家把酒撒在了一个土顶的头上 对不对啊 倒酒 当你弄了一个土顶的头上 你说你说这个时候 土顶肯定发脾气了 但是没想到那个土顶就讲了一句话 这个服务生啊 就跟他说这个服务生啊 你也有不要用这种方法 你以为用这种方法能治疗我的土顶吧 哇 幽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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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幽默了 好爱师傅 好爱 谢谢师傅的此为开示啊 师傅啊 下一个问题 直语是一种修行 无言是一种境界 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呢 在修行中这个有多 有有 这个修行这句话 是不是在修行中非常重要呢 师傅开示一下 沉默是经啊 沉默是经 少讲话 不会错 多讲话 就会错 先是做人少讲话 这个人你看哪个手掌 话多的 话多的 话多的领导 基本上都不会时间很长的 嗯 是的 对不对啊 不能随便讲话 那么 学佛的人呢 佛又 学佛的人呢 境界又高了 啊 多想的人 那做不了菩萨 做不了佛 少想的人 他能干净 能够做菩萨 那这不是跟想跟讲话一样的啊 一个是心理语言 一个是 啊 自体语言 自体语言就是你的嘴巴里讲出来的声音 这个嘴巴里讲出来的语言 和你心里想的语言 那是同样都是语言 你虽然嘴巴没讲脑子里经经都坏脑经 你的脸慢慢就变成坏香了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师父我们 那我们讲到我们在弘法过程中需要给人家指导多讲 这种讲话与这种直语是一种修行无缘是一种境界 是不一 是是是是 是两两码事吗 当然两码事了 你你口吐莲花呀 你出来就要度人 你当然越化越多越好啊 你看看师父在法会上 两个小时讲多少话 你让人家说人家放弃让人家学佛 那这种话要越多越好啊 对对对 废话要少说呀 不如你不如法的话去讲他干嘛 讲了自己累不累啊 对对对对 对不对啊 对对对 谢谢师父您的开始 师父下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师兄发心做了很多法宝免费结缘给别人 但是呢如果他人利用这些法宝免财或者做不如理如法的事情 请问发心结缘的事情会不会被业呢 就说不开说一下 这个呢应该呢只要他自己干净他就不会被业 如果他自己不干净 比方说他发心结缘法宝啊 我给你一千个对不对啊 然后呢我自己呢拿个再做五百个啊 因为这个一千个呢就已经在外面结缘了 那么然后人家不够 那么他就拿来来来五百个我给你卖给你们 那就不行了 如果他没有这个想法 他完全结缘了 那就让人家去卖 那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哦对对对 就正如师父讲的 就是一个老师教学生 班里就有有好几个小流氓 那也不怪这个老师啊 因为老师已经进行了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他做做事情并不是代表老师就有完全的责任 老师是负有一点责任的 你比方说你现在这个公司说 来我们发免费的餐券 那你说说人家为了做十杯工作 像我们慈善机构 经常做慈善的票子 啊 请他吃饭什么什么 好 那么你自己把这个餐券拿过去卖给人家 那你说跟慈善机构有什么关系啊 啊 是的是的 明白了 嗯 谢谢师父 四比开示 师父啊就说有一个有一个同修中午午休时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人告诉他 在给同修分享的时候一定要说 如果我在分享中有不如理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原谅 请护法神 请护法神菩萨原谅 请问师父这个是不是菩萨说的 这个不是菩萨说的 这是应该说的 应该说的 哦 如果你不说 你当中讲错话 误导别人 你真的有罪 对对对 好 并不是说你上去讲了你就没罪了 明白了 对对 好 那师父我们我们要告诉重修在群里或者是共修是分享是一定要加上这句话 是吧师父 一定要加上 你不加上的话 你加上的话就等于 比方说你今天说爸爸我今天跟你讲一句话啊 我万一讲错了你不要生气 这个老爸就好很多了 如果你今天不前面不讲 你啪啪啪一讲 你讲了让他火气大了 你就是 你你就不是有业障了吗 他不是同意吗 是的 是的 那师父 如果加上了这句话 他如果讲的不对 但是呢他还是依然有业障 无非就业障小一点 是这样吧师父 对 无非就是说 马上忏悔 可以消掉 如果你不讲这句话 你就是一个业障 你如果讲了这句话 马上忏悔 就可以消掉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嗯 谢谢师父 师父啊 如果一个 下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弟子在好好念经度人的基础 基础上 假设他学习白化佛法 和假设他没有学习白化佛法 这其中的差距能有多远呢 将来上天成菩萨的境界最多能差多远呢 请师父开始一下 很简单 学习任何一个法门都需要靠自己努力的精进 学白化佛法 你能够通过他得到很多的加持 开悟很多人间的法理 那这样的话 你当然上去快了 如果你不学白化佛法 你也能上去啊 只要你不做坏事 好好做人 好好度人 学佛念经修心 你也能上去啊 那么问题就是一个上去快 一个上去不快 都叫上去 好了 对对对对 是的 明白明白 那谢谢师父 此理开始 师父下一个问题 师父您说过 无论是在法 就是您无论在法会节目开始 法会中还是在节目中啊 或者是在白化佛法中 都一直告诉我们 一定要除 一定要去除争斗心 请问师父啊 有争斗心的人 现实中会有什么样的境遇和果报呢 就师父开始一下 争斗嘛 最后嘛被人家斗呀 被人家争呀 嗯嗯 你去跟别人争 人家来跟你争 你跟别人斗 那么人家跟你斗 那么争到最后 就有胜负 你不可能永远胜的 胜了之后 你接下来再准备被人家斗 再被人家争 那你就是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是无穷无尽的 源源相报 何事了 所以你就斗了 斗到最后 你暂时的胜利 你斗 斗到最后你成功了 你也是暂时的 因为接下来 埋下了一个仇恨的种子 人家终有一天 把你再斗回来 把你再挣回来 你就完了 是吧是吧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像我们澳大利亚总理 整个位置 对不对啊 对对 他就是他 他第一次没选上 第二次没选上 已经八年过去了 等到八年过去之后 他再选 他选上了啊 嗯 好了 我们就把人家斗下去了 就这么简单了 是啊 是啊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啊 师父啊 就是有一个同修 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师父在放生的时候 把功德回降给众生和亲人呢 就是新加坡和印尼放生 都是这样的 请师父开示一下吧 实际上是这样的 放生总的功德已经很大了 总的功德 嗯 明白了吗 嗯 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放生 总的功德 全部回降给众生 回降给菩萨 好啊 但是呢 具体的 每个人放多少条 他们还是 那个 总的来讲 下面的 所有每个人放生的鱼啊 多少条啊 对 他们也是 回降给自己的父母亲了 给自己的亲人啊 但是呢 总的回降 它也是一个功德呀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人不能这么小气啊 觉得啊 师父 师父一讲 我们今天放生的鱼 全部变成众生的了 哈哈哈哈 他们说 只有师父对那菩萨可 才能这样说 我们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法力 我们放生只能是 给谁放几条鱼 几条鱼 对呀 师父是大菩萨 他有那种能量 这样吗师父 对呀 举个简单例子 你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 你今天是国家的领导人 你就出来 就是为国家好的 你今天是个省级的领导 我讲出来的话 就是为省里好的 你今天是个县长 你说出来的话 就是为县里好的 你今天是个家长 你说出来的话 就是只能对家里好 就这么简单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 师父 你下一个问题 开悟和身体素质有关系吗 开悟 想开了 想通了 这个人的身体就好起来了 不开悟 想通 忧郁症 这个人身体就不好 所以思想想通 那么这个人就成功 那比如身体不好的人 比身体健康的人更难明心尽心 是这样吗 是的呀 身体整个的不好的人 只有错误 只有突然直接顿悟 因为他医生跟他说 你生癌症了 他一下子 医生说这个毛病 我们也是试试看 不一定看得好的 这下他完了 这时候他就要找了菩萨了 找找心灵法门了 这时候他就是动物了 哎呀我应该早点修啊 我不应该杀生啊 我不应该吃鱼啊 我要对父母精好啊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听得懂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身体好的人当然阳气足啊 你要叫他学佛 他学起来就比你身体不好的人要快啊 那身体不好的人就是有目的而求啊 菩萨为什么还不好啊 菩萨什么 你说看这种人好起来快 还是身体好的人一求就零了 不一样 对对对 那时候我讲起这个因果 有的人精神生下来 身体就是比较强壮 有劲 但是有的人身体呢 也没有什么毛病 就是感觉就是有 你没大有有有就是 这是什么因果呢 让你派在哪个家里就是上辈子你的因果了 今天让你从来投了一个穷人家 你上辈子没有不思 嗯 今天让你投了一个父母精都是老病 病魔产生的人家里 你生出来的孩子 你上辈子就是没有好好的啊 照顾人家的身体没有好好的在乎别人 啊 用身体去做了很多坏事 这辈子叫你生出来就病痛 你今天能够投了一个有钱人家里 上辈子说明你 是积福 积德 没有德 就是积财 但是呢 你可能有了一段时候钱 又被人家弄掉了 然后呢 再有钱再弄掉 因为你没有福 所以有些人是积福 上辈子 有的人是积财 有的人是积德 积德的人 那就会投了一个很高尚的人 比方说院长啊校长的家里 或者就是很有文化的书画家啊 或者这种很有名的人的一种文学家家里 这是有道德的人 他一生出来一懂事情 他就懂得四书五经 他就懂得什么样的文化培养什么样的人 哦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父啊 投在李嘉诚那个家里 人家是既有福又有德了 是不这样吗 师父 他也只有有财 还有福 德有没有 那是要看他自己的了 哦 到他家里 你至少第一 你上辈子肯定是布施的不得了的人 对 修条铺路 那你至少你做他的孩子的话 你至少是非常有福气的 他有没有就是禅运非常好的 但是有没有德 对对 要看他自己这辈子照了 对不对啊 哦 明白 哦 好的好的 哦 谢谢师父 师父下一个问题 师父我们弟子在天上的莲花 如果很大有极限吗 最大可以长到多大呢 你们都很傻啊 莲花一个圆形 它不会很大 莲花 哦 最多大如车轮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然后你只要坐在这个莲花里边 你嘴巴里只要讲大大大 你只要心里说大大大大的大 哈哈哈哈 他可以 他可以遮取一片天的 哈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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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佛陀的佛陀的莲花 观世音菩萨的莲花 上面可以有天兵天将都可以站在上面 哦是的 是的 哎呀 明白了吗 哎 明白明白 那师父您师父可以根据莲花大小的标准来判断这个弟子将来成为哪个境界的菩萨呢 这可以的呀 可以的呀 莲花 莲花越大 这个人存佛的几率越高 哦 啊 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看他这莲花小的咧 说明这个人自己修了蛮好 从来不出去度人的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你现在有些人难为情不出去度人 那你可以在网上啊 打电话呀 对对对 你现在现在科举这么这么昌明 你你哪怕做一个卢太党的白画佛法里面一句话 你做做好 你发给你的同修 发给你的朋友 你也叫度人呐 你用不到他 是的 是的 师父您说的这个太重要了 有的同修就要说 哎呀我我没法出去度人 我说我说你能没法出去度人 师父不是说发个活言活语 做个微信分享 这不这不是度人吗 这都是妙法度人啊 对啊 这种人就是没有智慧啊 没有妙法啊 有妙法的人家早就度了 他就是没有妙法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那师父弟子在天上的莲花颜色是固定不变 还是根据自己在人间的修为而改变呢 就是我开始一下 你说呢 根据在人间的修为而改变 但是这样子主要出师父这说 哈哈哈 莲花 你在人间功德越大它开的越大 你比方说在人间慢慢的注重于自己的品德 善德 啊 你的莲花就会变得颜色越来越白 你经常帮助别人 经常助人为乐 你的莲花会越变越粉红色 你在人间刚正不阿 经常啊 触摸 降妖 比别人比方说腿棒正法 他站出来 他站出来 跟人家 跟人家争 跟人家就 就是完全是正 正法正性 什么 也不跟人家争 就是说我讲我的道理 你讲你的道理 对不对啊 这种人的莲花会偏红色 哦 如果你整天做菩萨的事情 弘法不忍法不失 才不失 啊 啊 这个无谓不失 三世俱全 你的莲花会变得越来越金黄色 哇 现在明白了吧 我们要朝金黄色奴隶来 白色也好啊 洁白如玉啊 洁白就是洁白的颜色 你如果只要做一点点菩萨的事情 马上就变成金黄色了 哦 哎呀是 一张白纸 一张白纸 什么颜色都能画 先要白的你才能画 嗯 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了啊 谢谢师父 那师父 只要修到菩萨的果位 是不是已经破除我质了 修到菩萨的果位 基本上没有什么我质了 很爽很爽 哦 菩萨就是小菩萨大菩萨之分了 出地菩萨境界已经很高了 明白了吗 哦 明白明白 啊 师父我们这边在方便报 那个声音 你们那边听到 没关系没关系 你们那边声音怎么样 没有 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哦好的我继续 我继续问 师父怎样理解没有是非对错 只有英国 因为师父也开示过正的是正的正的是是邪的是非 那么有正邪就有就会有是非有是是是是非到底存在吗 是非与英国有什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这个问题你应该以后好好的记住了 以后要慢慢的要要开悟要理解他 记住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根据你的境界来的 你在人间你当然有是非了 嗯对对对 你到了天上还有什么是非了 没有没有没有 你如果能天上的境界来看人间还是是非吧 没有是非了 没有是非了 我两句话不就你就明白了 好明白了明白了 嗯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师父啊我再问一下 那个热夜进入阿来夜市和善夜进入阿来夜市的速度是不是一样呢 他们保采在阿来夜市的最深程度是一致的吗 如果一致为什么消除热夜会更加快难呢 请师父开出一架 许个简单例子给你 好吧 嗯 实际上你这个问题问的很好 只要人间一件善事一件恶事在你心中起了一个非常非常伤心啊 非常非常难过 嗯 这个心伤的越深 那么进入你的阿来夜市就越深 越快 是的 所以你只要一伤到你心了 那么你阿来夜市就开始进入这个这个八十天钟了 明白了吗 嗯嗯 是这个概念 所以并不是说好的跟坏的 好的跟坏的 只要伤到你心 你就进入阿来夜市 如果你这件事情我开心的不得了 那么也进入很快的进入阿来夜市 如果我伤心难过的呢 我不想活了 那么也是刺激你了 进入阿来夜市 它是这个概念 并不是说坏事跟好事之分 反而是对你心中的对这个物质的理解力 和对你的伤心的程度 感动的程度 而产生了一种波动 就是人家说电波力 冲击你的阿来夜市 进入你的生存意识 这样的话就是马上就在你心中 就存有一个档案了 用现在话就是档案一个底了 明白了吗 是这个概念 明白明白 那么但是呢 但是呢你刚才说好的快还是坏的快 我举个简单例子 嗯 我问你 坏的东西进去为什么不容易擦掉 一件白衬衫黑的木枝 在你白衬衫上不容易擦掉 你同样一个脏的东西 其他颜色的是不是容易擦掉啊 是的是的是的 那么好了 这就是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嗯 谢谢师傅的慈悲感恩啊 那师傅 您提起过到西方极乐世界要经过考核 那么这场考 这场考试考核的标准具体有哪些呢 考核们就是平时已经在做功课了呀 今天在考核没有呀 今天啊 你这个人特别好色 那么也看见女人了 你不动心了 好了 考核成功 这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一期的考试成功 那么下一期 等下一岁的考试再来 今天你最喜欢吃肉的 不吃了 那么你这一期的考核成功 那么等下一学期的考试再来 就是这样 一直考一直考 人生是个过程 走完这个过程 你就得到了成绩了 你用不着说我到最后的成绩 都是平时的成绩的积累呀 这还不懂啊 那师傅 那师傅包括这个考核 师傅也包括功德 境界夜长高低 前世音缘 还有佛菩萨的认可呢 全部都有 其实你在你生活当中 你刚才讲的 讲的那些 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都有存在的 都有存在啊 比方说境界高低 人家要 你不要 对不对啊 对对 孝顺不孝顺 人家孝顺 你不孝顺 那不是比出来了 天天在考核啊 你今天自私了 你这个观又没过 所以很多人傻就傻在这个地方 以为到了最后的时候考 平时不做好事 等到临时抱佛脚 不行的 很多人平时不出来度人 不做功德 这个不舍得 那个不舍得 到死的时候 你不舍得也得放弃他 是啊是啊 是这样 那师傅 那你想靠平时的积累 我们平时每一场梦考 或者是现实考验 也会作为平时成绩 算进去累积吗 当然了 这个莲花大小 就是已经成绩进去的呀 所以 为什么说 修行从 从我们说 从平时 从根基开始啊 所以从小学佛 在胎理书的孩子 从小懂得道理的孩子 早就 早就好了 这个这个孩子 生到 到天上 所以你看 我问你一个半路出家的 和一个从小出家的 法师哪一个更容易修成了 嗯 从小出家的法师 好了 不要讲的呀 半路出家的 很多是因为感情啊 忧伤啊 想不通啊 对不对啊 是这个概念啊 不一样的 情况不一样的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哦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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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实际上他眼泪水 就会出来 为什么 他是保护你眼睛啊 哦 比方说你房子 房子里不是有 房子里干了 要着火了 他不是有一个个小的喷 喷口吗 那些喷口嘛 就是出来了 就是保护你房子 不要着火呀 道理没什么 是的 明白了 谢谢师傅开子 师傅你就是在最近中 中述节目中提到过就是菩萨 就是菩萨下来的人 前世的缘分都是安排好的 嗯 师傅那菩萨的缘分都是善缘吗 还是善缘和恶缘有一定的比例吗 菩萨下来的 有的 也有的 嗯 基本上菩萨下来的 基本上就是说 他要在天上身为佛 他必须要到人间来把一些 过去没有做过做完的事情 和一些自己过去在人间还留有的一些啊 自己遗憾的事情 必须要把它弥补掉 哦 在人间不能做造星业 他就成佛了 他成佛了 就是这样 哦 那他的善缘多一些吗 像这个菩萨下来 哦 那当然 他是佛下来 菩萨下来的话 他绝对是善缘多 多于恶缘 哦 对对对 嗯 谢谢师父看见 师父我再说一个事情 就是说有的 有的 修心灵法门的同修 他修了几年了 但是他得了恶病 但是你一万他吧 我说有没有许愿吃全素 他说没有许愿吃全素 有时候许的是初一十五吃素 那师父你像这种得了恶病的 都没有许愿吃全素 最首要的都没有做到 那菩萨能救他吗 师父 这个 这个问题 你这叫自问自答 嗯 那 你师父说的 他们听师父的都 这个问题就是你已经回答了呀 你连最起码的慈悲心都没有 你连这个畜生的肉你都敢吃 你连猪是最吃最脏的地方 长出来的肉你都敢吃进去 长在你的身上 你连既是最肮脏的地方 水槽边上的 人家小便的地方的东西你都敢吃 你连狗肉都敢吃 你连狗肉都敢吃 狗连屎都吃的 长出来的肉你都敢吃 你这还算人 你还想做菩萨 你身上不是恶病啊 这还要问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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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肮脏了吧 肮脏得到几点啊 你知道吗 我会觉得 师父 师父 最基本的都做不到 那菩萨怎么会救啊 而且我告诉你 为什么会生癌症 为什么吃活的东西生癌症 我讲给你听 你去告诉所有的人 因为你看一个蛇 你把他头砍了 他身体还能动一天 为什么呢 因为他身上的细胞没死 所以人也是 头砍了 他身体这样会动 他的细胞要 细胞源 有的动物要一个月 有的动物三个月才能完全死光 所以你一条活鱼把他头砍了 你以为烧了之后你吃在肚子里 他不停的细胞 这种动物的细胞 动物的脂肪在你的肠胃里面蠕动 然后跟你的肠子接在一起 然后把你的肠子腐烂 最后就是叫结肠癌 哎呀 明白了明白 你杀一个乌龟 你把他头砍了 他照样可以生存 一个月 不会死的 他的细胞不会死的 不是头没了就死掉了 还有 你鱼子 放生 为什么鱼子 鱼子 你就是挖出来 他没有什么东西 你放在 放在冰柜里面 你只要放三个月 他照样能够放到水里 可以存活 这就说明你吃一条活的鱼 到了你肚子里 他所有的动物的那种细胞源 全部在你肚子里转了转了 你想想看对你的肠子腐烂多大 所以肠胃一出毛病生癌症的话 就是把你肠子割掉三分之二 你要把这些事全部告诉他们 肮脏的不得了 你学校看 连吃屎的动物 长出来的肉 你也敢吃 连猪吃的最肮脏的地方 臭的来走都不能走近的地方 你居然吃他的肉 来长你身上的肉 你是不是脑子有鱼吃啊 现在明白了吗 是的 明白了明白了 师父 哎呀师父 你又再次的肺腑的告诉大家 真的是 我我我我我 你问了 学博的人我才能这么讲 我跑到饭店门口去跟人家 他这么讲 人家以为我是老子有问题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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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啊 我很想打足板足板敲 让我来说一说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用的 无缘之人救不了的 无缘之人都进个医院的太平间了 无缘的之人都在墓地里躺着呢 我们是有缘众生 我们今天是活着 活着就是成功 不是说有钱就是成功 三十几岁的企业家 三十几岁的那种亿万富翁都死了 他们是失败者 我们今天活着 我们就是成功的人 明白了吧 是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舌 听师父今天的问题问到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师父再见师父 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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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再念师父 他想再问下去的话 师父越来越激动了 哈哈哈哈哈哈 往生后那些灵性 他能够记住多少次的地域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 没有那些往生后的人啊 那些灵性啊 他能够记得多少 谁是个地域呢 多少次的呢 哦 往生的人是吧 往生的人基本上都记得 往生的人 就跟我们现在的人一样 你现在的人 你能记得多少记忆 他就能记得多少记忆 你小时候的事情 你记得不了 小时候的事情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他也不记得了 你小时候很难很难过的事情 比较重大的事情 你记得不了 记得了 哦 哦 那么他也记得了 好啦 就这样 不是往生了 什么都记得完了 哎 没有 往生之后 可以记得很多 过去没有往生之前所有的事情 他唯一的功能 就是说他鬼有五通 他可以看前世之后 对某一件事情他不明白 他可以一看 他就知道 原来我这个女儿对我这么不好 他因为上辈子我曾经 打骂他五年 所以他这个五年就是我欠他 欠他 明白了吗 嗯 他有五通他能够参照 参照多久的地域呢 好像他可以 他前世的 前世全部康大王嘛 他基本上都看得到 他都看得到 嗯 他鬼有五通的 嗯 嗯 我跟你讲 这个很厉害的 所以做了鬼的话 他对你过去 在人间 为什么对他这么不好 怎么样怎么样 他全部都知道 嗯 明白吗 那那他的 嗯 明星的性格是前世的性格 还是明世的呢 前世的 很多人说以为小孩子 小孩子出来都是一样 根本不一样 有的小孩子出来就很倔 有的孩子出来就很安静 就是前世的性格 造就了他真世的性格 听得懂了吗 哦 不是两种性格了 不是两种性格了 他一定变的 他不会变的 因为怎么呢 后天的性格是后天的 前世的性格呢 他带过来 带过来之后呢 如果后天呢 他爸爸妈妈性格不一样 那么他的性格会变化 啊 变化了之后呢 等到死掉之后呢 他又带着这一次的性格 到了下一次的性格 所以 跟前几次的性格 稍微有点变化 但是不会变化很大 哦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如果梦定好像很整个人 没有见面的那些人呢 是否还有印尽 没有发觉呢 能够做梦做到他 有两种情况 一种把他死了 他叫你 他看你 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跟他前世的缘分 还有 还没有断尽 就是这样 没有 有些是没有见面了 有时候 有时候做梦 好像一个月里面 好像梦想几次 都忘记了的有些人 啊 忘记了的几次人 就说明 本来你应该跟他 在这个世界 还有沟通 但是你已经把这个缘分 断掉了 哦 明白了吗 不是还有缘解 不是缘解 缘有缘分 不是缘解 哦 哦 那种 为了这种 不要那种 发给一个小孩子 给自己了 不要了 这种无所谓的 哦 那台湾你有什么 在发生呢 哎呦 到哪个发生 我也不知道啊 啊 我只要 只要 你们要 要 很多人啊 现在很多人 晚上经常 哎呀 一叫台长啊 台长就去啦 啊 我这个 我这个发生是根据人家 需要来的啊 不是自己的啊 听得懂吗 不是自己的 啊 这样我 我每次 在吃风 才可以 一定叫台长啊 那台长发生 每晚都过来吧 哈哈 要看 要看你叫的到叫不到了 你没这个能力 就叫不到 啊 我也没有这个能力的 还特别有啊 啊 你有能力 你自己每次打电电话来 就算有能力的 哈哈 啊 今次来台长还有缘分啊 有很有 很有 很有缘分啊 你 你 你很好的啊 哈哈哈哈 啊 我 我梦 我在 我梦里 我都不穿很痛啊 我就看到台长 我梦台长 台长讲 你那个 豆浆水是什么意思呢 是讲要是多一点 做累还是 喝大杯水呢 你 你什么地方很痛 结果你叫台长 台长晚上就到你梦里来了 没有 自餐啊 自餐啊 自餐冲的时候我看见台长啊 哦 就问台长啊 不得了耶 你看见法生了现在 哎呦 很厉害 我问台长 台长讲 你要做成水 讲三个字就 就没有 就没有了 就是叫你做成水是吧 多喝水是吧 没有 豆浆水啊 让豆的豆类的水啊 磨出来的水啊 是讲要是多点豆类吗 哦 叫你多磨水啊 不是 那个豆浆水啊 哦 豆浆水 哎呦 豆浆 吃个豆浆 哎呀 是什么意思吗 豆浆水说明你 严重的营养成分 营养不均衡啊 豆浆里边的那个 Protein 就是蛋白质啊 特别厉害 大豆的蛋白质 特别厉害 叫你多吃点 大豆软磷子啊 你赶快啊 多喝 多喝豆浆啊 嗯 哦 您也不足了 您也不足了 脑子坏掉了 讲话搞不清楚了 这就是你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哦明白 哎我后面好像给台长打电话 打通台长的电话 台长问我 我不是神 是什么意思呢 台长问你啊 哎 我 我就打通了 我就不要去神啊 是什么意思呢 你讲的慢点 我听不懂你的话 没有 我冒队打给台长打电话 打通了 我没有去神 他想问我什么 问我 我不要去神 是什么意思啊 哦就是台长跟你 你打通台长电话 台长跟你讲话 你不出声 哦 那境界不一样 那还不懂啊 哈哈哈哈 台长帮你看病 台长帮你看病 你不出声 就说明你在接受啊 在接受能量啊 你一讲话 就把气游吹出来了 所以讲话讲话 听人家讲 就要接受人家 听人家的意见 啊 你跟人家对讲 那叫不听 听不懂啊 哦 哦 不讲话就是好事啊 不讲话就是好事啊 啊 哦 就是网警部台长 亲战也没有莲花 哈哈哈 你见他 有没有莲花 像你这种人 如果有一朵莲花 我看也不会 也不会太大 哈哈哈 嗯 你拜过誓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的话 怎么会有莲花 哈哈哈哈 像是台长之后 除地 那时候我三万倍了 花可能会 先来点火 再去逗一逗 哎 不用拜死吧 啊不用拜死 像你这种人 不用拜死的 因为你肯定 你肯定有一朵 喇叭花 不在天上 哈哈哈 好了 好了好了 哎呀 台长还有一个 啊一个梦 你讲那种 如果我发现梦到有邪云的 我看到窗口 有一个女的 没有上衣服的 就有意外了 我就梦到台长来了 台长要点讲 光世音菩萨 是是讲 有这种梦 就要讲 跟光世音菩萨讲嘛 啊就是你们有邪云的思想了 台长过来制止你们 叫你们好好念 观世音菩萨 因为当一个人有邪云的时候 求观世音菩萨 帮助我消除我身上的 脑子里的邪云 可以的 这个可以的 这种人呢 就是说呢 不会在他身上 有留下这个业照 但是如果你不求观世音菩萨的话呢 可能会留下业照 但是你求了之后呢 也有一些问题 如果你不干净 不坚决 那话呢 那你可能会发生会 会很不开心的 明白吧 要得要求 那种 如果你真的不想邪云的话 你就 你就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帮我消掉 我内心的邪云思想 明白了吗 我梦见我的母亲还有过世 我的父亲 我母亲想她 她等要过来 你要撒击 我家妇可以撒生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她要杀生 你在梦中又在做好事了 你劝杀生 本身就有功德了 好了 好 如果梦见号码 有 那我们六合彩号码可以买吗 你梦见六合彩号码你去买啊 你看看你中得了中不了 看看 最好在买彩票之前呢 你去拿面镜子自己照一照 看看你今天这个脸是不是中头奖的脸 我这东西不敢买了 怕境界不会提高 人家有抗泪 哎呀 境界提高了 境界提高了 不买让给人家买吧 明白了 没有什么 没有提高了 好 谢谢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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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结束 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 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 那么下半时呢 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 好 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